特别注意后面借给我一下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为什么要抓的是A 为什么要抓CLUS 其实主要你们可能要了解就是 在这个网页上面的这些原始码 它其实结构里面 第一个最重要是HTML的语言 就那个标签 那个标签HTML的标签都固定了 操练就是A 里面的话TD TD的话就是储存格 TR就是LEAR Table的话就是表格 它都会有固定的名称 所以这个我想如果你对这不熟悉的话 可能你可能要再需要去稍微看一下 有关那个网页设计的相关书籍 因为你要爬之前你不了解它的结构 你当然爬一定爬不到你要的东西 当然我只能教你们一些小诀窍 比较简单按右键检查 你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反正你要把那些填过去 也可以抓得到 但是有些细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你可能抓的就有点好像 没有那么那么有那个 好像感觉好像很多地方都不太确定 那第二个呢 在那个网页里面如果HTML太单调 有点有点像那个记事本 记事本就看起来黑白黑白对吧 那所以你要让它变漂亮的话 让它变成像Word一样 Word里面有什么很多很漂亮 它可以设定很多样式 很多格式 加字型加底色 有没有加什么相关的样式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网页里面就是一个CSS OK样式表 OK那就是说呢 你可以加很多样式 那所以那个样式 我们刚刚不是有个class class背后其实就抓它的样式 也就是它那个标题 都会长那个样子 我要把长那个样子的东西 帮我找到 OK所以那个BeautifulSource 主要是做这些事情 也就是帮你把网页上面的特征 先找出来 再去针对那些共同特征的资料 帮你把它抓回来 不然的话 以前如果你要抓这网页资料 1400多行 光爬我都觉得头很痛 那真的以前没有BeautifulSource 真的我们还是照爬 我们怎么爬 先找到那个位置 再去用字串切割 切割之后再去找切割 再一切一切切 哇切好多 所以程式写出来 非常的复杂 少说明二三十行 那根本不可能 把这个东西做完 那现在BeautifulSource 太简单了 这东西有点像填空体 填上去 填上去就好了 那只是说因为你们可能 对网页不太熟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你网页熟的话 那这些应该就会 更加的简单的 OK 那因为呢 它里面不止一个 所以我们本来Find 是Find一个 Find是Find第一个 那所以你要Find全部的话 用Find all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说 程式写完 大概就这样子 我们class部分的话 因为它很多个类别 所以我刚刚讲 有的时候这个class 你有时候要试一下 全贴有时候OK 但有时候全贴 不一定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 贴上之后 你可以试哪一个 是我们要的那个类型 比如你可以把它删掉 只要空白 那这个类型的部分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字串 它前后就是中间 叫它空白 所以我如果试 最后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它可能抓到什么 还连我的部落格名称 也抓过来 因为只要是A 而且是这个类别名 这个样式的话 它可能会有很多个 不见得是我们要的 所以后来试了最后的结果 应该是第一个 应该是对的 所以你可以就抓低 一般 不过有的时候用猜的 应该也可以猜出 因为它那个样式表的名称 有没有 title video title 有时候猜 应该可以猜中大概八九成 这个是什么 SPF link 这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公子是取的名称 所以这个有时候用猜的 大概猜出来 所以就留这个PL PL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应该叫play playlist 就是播放清单 有没有 playlist 我用猜的 video title link 那大概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它有好多个样式 你要抓其中对的 那你把它执行的话 那应该就OK了 好 这样就没问题 那所以呢 请各位再以这一题当范例 那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很多的网页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把它copy 贴上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什么 抓Yahoo的好了 Yahoo新闻 下载Yahoo新闻好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待会呢 请各位 再观 看一下下面这个 Yahoo焦点 Yahoo的首页好了 应该跟没问题 Yahoo首页焦点 假设这些新闻 我希望呢 能够把它抓下来 包含什么 什么六度连任 他坦诚会选请吃 OK啊 不重要 反正我们是希望把 这些焦点新闻 包含哪些呢 第一个 它的title 还有它的link 它的超连结 那怎么下载 一样嘛 按右键 检查一下 OK啊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特性 不过你会发现 它好像是放在span里面 span有点像一个框框里面 所以呢 它的A在哪里呢 它的A好像在上面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东西 它的A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刚刚是A 后面就是一个class 可是你会发现 它有时候那个位置 不见得一定是放在后面 它可能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边 你会发现在这里 有没有 这边 A 然后HREF 所以如果说 我要把刚刚的东西 拿来改的话 一样嘛 你就是 第一个怎么样呢 把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范本就好了 把这个网页贴过来 网址贴上 OK 我要抓雅虎 第二个一样是分析 A里面的什么呢 我要知道说 它的是class 在这里 但它很多个 可能可以猜出来 应该是story title 有没有 不怕应该叫news title 不怕叫story 所以 可见的记者 每天做的事 就是写 story OK 对 可以理解 因为真的 他们有些东西不知道 可是却可以 写的活灵活现的 好像就在现场一样 对不对 OK 好像很厉害 兄弟 他好像就在现场 感觉写 跟写小说一样嘛 所以你说记得 所以他讲story title 我觉得 还蛮有道理 所以你可以 这个story title 把这个 复制一下 前面的不用了 或者你全部 全部贴也可以 然后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有没有 就是A里面的class 那我要抓什么呢 抓它的title 跟抓它的HREF 其实程式根本不用改 我试试看 OK 执行 有没有看到 哇 有没有下来 6度连任 网页 有没有 然后后悔 留任 坦承招 什么民进党调侃 第二个是不是 这个焦点 对 没错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以 刚刚YouTube的网页 来来改 Yahoo 很快可以改出来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主要那个逻辑 你清楚的话 我想 你慢慢要爬 网路 网页上面的资料 就会简单的 那这部分 当然是比较基础的 网页爬虫 那如果你未来要成为一个 很厉害的网路爬虫高手的话 真的 网路上只要有看到东西 都抓得下来 抓得下来 你就可以写到资料库 写到资料库 你可以做后续的比对 好像我之前 听一个同学讲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比对全世界的 那个金融相关的 网站上面的data 然后他自己把 他想要抓的data 随时 每一分钟 或者每一秒钟 去做比对 比对出一个结果之后 他会有一个公式 得到结果之后 他可以要做买进或卖出 从中间赚取差价 他其实就可以提早退休了 OK 有没有可能 其实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OK 所以这太多东西可以用了 所以 如果懂得 利用程式去做一些决策的话 等于是他以前可能只能用人眼看几个网页 但他 他程式执行之后 他可以让几千个几万个 有没有 就随时都可以去抓 OK 那 那当然就等于是 你有几千个几万个分身了 那你只要把公式 先写好 对不对 然后最后的结果 你也不用 如果不是 你就不用回报了 对的时候再回报一下 你再去做人工判断就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 真的不得了 OK 等于你一个人就可以 几乎可以写出 以前可能要一个team的事情 可能一个人就搞定了 或者是一个公司 为一个人公司 所有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全部都写成 程式自动化 OK 那当然 是可行的 可能的 只是说这个 当然就是要 对于这些东西要很熟练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练就到 只要网路上看到东西 都能够把它爬下来 做处理 那其实你 就可以创造一个商业模式 而这种商业模式 网路上太多了 你看举凡agoda 举凡hotel.com 举凡像很多很多这种 他们其实背后 其实就是在帮你做事情 只是说帮你爬 就是那些 那个hotel的相关资料 对不对 然后帮你下单 而且有些如果 可能那个订单不成立 你去没有房 他写信给他 他也不负责 对啊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怎么样做一个 简单的网路资料爬取 那我们是先取 那个比较大的网站 像那个YouTube 像Yahoo 那后面有一个叫 ET the day 新闻 不过 很多东西 可能有固定规则 但是有些东西 也没有固定规则 所以呢 后面会有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你们去抓一下 你就知道了 在ET the day里面 你可能找不到class 那如果他没有一个class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用其他方法 见招拆招了 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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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